今年来楼价连月上升,累积升幅已达到5%。举来2019年8月的历史高位只差2.52%。 拖顶之日暂近,过去两年楼价受压时,不时有朋友都想过趁低入市,但却又举期不定。他们问不者意见。我总说,只要计清楚自己的负担能力,又有多余积蓄,而工作收入稳定便可入市。 当然,置业涉及长期供款,期间楼市难免起伏,但只要能逃过去。长远而言香港物业始终有保值及升值潜力,对于住宅楼价来说,今年无疑看升,但商铺价格又如何呢? 香港近几年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,中美之间的角力,令香港成为磨心,修例风波的冲击,令部分外资杀离,之后更遭逢新冠病毒的邮论。 内优外患令香港营商环境困了重重,商铺的空置率增加,租金因而大幅斩值,商铺的价格自然受压大跌,相比表现硬正的住宅,商铺价格及租金跌幅巨大,令商铺投资者蒙受损失。 很多投资者无奈占价而沽,谁加深了商铺价格的跌幅,不过,香港的特色是地方势小,各类店铺均非常密集,大部分居所附近的商店已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。 因此香港的商铺总有存在价值,网购难以全面取代实体店的经营。 经营商铺的类别主要分为三大类,包括零售、饮食及服务等,香港人喜欢外出用餐,进行娱乐消遣,以致对身体及外表的互利亦相当注重。 而这些体验是网上平台无法取代的,过去两年,商铺价格以累跌不少,加上失业率回落,经济出现较显着反弹,香港人按内不住的外出活动及消费亦陆续展开。 不者相信,两地灰癖通关快质在第三季,慢质在第四季,因此最近投资者已明显转趋活跃,因为他们深知时机比价位更为重要,机遇一旦流失便不复再翻。 更何况目前商铺价格确实便宜,因此入市商铺的最佳机会就在此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